郭文貴先生 之後我因為受到荷蘭萊登大學 那個瀏州的南中央和女中邀請 去荷蘭講學一年 所以我明年整年 這個不會在國內 那我是很鼓勵大家 這個讀書會能夠繼續下去 如果說能夠找到施藏老師來指導一下也很好 我們演藏老師也不錯 但你們自己要先能夠繼續才能夠經驗 對不對 所以 這是 那我回來之後呢 希望大家有一個能夠繼續 這個樣子 這個 經典巨在 所以我其實只是一個引路的人 那 這個 走了這條路 或者進了這個門之後呢 其實更重要的是 這種景點 就是 各個的 多體會 他們多在自己的生活裡頭呢 好好的 這個 體察 認識 這個是 其實 最有用的 最有用的 其實我這一年出國 很希望大家能夠繼續 繼續 繼續 進行 進行 這個書 也傳了幾千年 啦 傳了幾千年 我常跟周衛講說 嗯 我基本上其實是 對於現代化的許多事物 是贊成的 那 我也並不認為 所謂傳統的中國 嗯 就是最好的 我也常跟周衛講說 這個 每一個文明啊 往往各有其所得 因為我們講歷史 世界各文明 都有它的所長所短 得於此私欲比 沒有哪個是完全 比如說上帝很公平 不會把好多人都給 那種一方面 只給那種一方面 那 但是一個民族 有它一個民族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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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國的 或者說組織的 一個根本 這個東西很難改變 那 譬如說回教徒 基本上就是回教的 啊 猶太人姓猶太教 印度人姓他的印度教 你要去信也很難 你也變不了 那 有一些普世性的宗教 那 像這個 基督教 跟佛教 他們一下文八 那 那 但是 也 不見得能夠取代 原有的文明 譬如佛教入中國 就沒有辦法能夠取代 中國原有的文明 這跟他入東南亞不一樣 佛教到了東南亞 西蘭 東南亞 就變成佛教國家 從此那個就是他文明的核心 這有他的緣故 這有他的緣故 他就是佛教國家 他就是佛教國家 你像泰國 緬甸 遼國這些 你要他不是佛愛國 也很難 對吧 這個是各有各的 所以 因為 他們已經佛教的文化 相對比來前沿 就跟現在歐洲人一樣 歐洲人原來是蠻體 蠻族性的基督教 就一往情深 這個不太容易練 他也不太容易去信其他的教 這個大體是有他的歷史的圓圓 這個大體是有他的歷史的圓圓 而且 這個 因為每一種 每一種文化 乃至於每一種信仰 都是他是整套的東西 一旦在這個地方 深根地補之後 要換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那我們的傳統 基本上 如是道 三家融合 那 如道 都是本土 佛教為什麼 能夠這個融合 因為 佛教的那個宇宙觀 以及他修行的方式 更是他的大聖佛教的精神 跟我們自己本土的東西 是比較近的 我常說這個 中華文明的基本的特質 簡言之 從文化層面上來講 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一種想法 那麼 希望這個 人 人道 能夠順乎天道 那麼 這兩個東西能夠合而為一 所以是順乎自然 順乎自然 順乎自然的人性 讓人處於天 那 這個 佛教呢 佛教其實講到究竟的時候 他其實是 這個 是人皆可以成佛 而且這一個 英國 的道理 跟這一個 儒家所講的 這個 凡事皆有一個所謂的理 或者一個道 也是接近的 所以 他也不那麼排斥 像 本土的一些宗教和信仰 所以 儒世道三家融合比較容易 相較 跟基督教比較困難 因為 這個 基督教的排差性比較高 那 也不必 不行 因為 基督教對佛道兩家 看樣子一定會排斥 跟儒家嘛 關係到 不必 但儒家也不是個宗教 他講作人主持的道理 所以 很多基督徒嘛 也很背負武家 或至少欣賞武家 或至少欣賞武家 那 那 我講來這些意思 跟周圍講說 因為我要出國啊 跟周圍講說 我們在這講的道理 是做什麼的 這個 這個 基本上是 這個本文明 數千年以來 賴以為息的一個核心 什麼意思呢 這句說道理很深遠 不是一句一兩句話 那個講文版 但是 礦觀人類歷史 各個民族 它的一些文化的核心 均有它的整一個理路 不是說被有人辯 那 那 更何況 更何況 就是像 這個 如是道三家 跟現代化的關係 我認為一定沒有本質上的謀德 那 因此 我是覺得 我們是可以 還是可以用 如是道 乃至於 其實也可以兼容 這一個 基督教 鬼教 或其他的這些宗教 因為在 其實就中國傳統來講 要容納其他的宗教 是蠻容易的事情 用我們的傳統武牌 是什麼其他的宗教 只要他是好的 這個正向的宗教 這些東西是可以立 這一個人生人世的價值的根本 然後 現代化其實很多東西 屬於 制度上 甚至於技術上的 那麼 它不是 人生最核心的部分 何以後 就是說 大概沒有人說 我一生就是 靠科學過過 這個 或者 這個 我只要有政治上民主了 我其他什麼都無所謂 它不是人生的核心 懂的意思嗎 它是社會上的運作 這個好的制度 比如說民主法治 或者說 這個 科學 理性邏輯 這是非常好的一種 研究知識的態度 它沒有辦法取代你 人生的核心 的價值 或者人與人之間 基本的 這種關係 跟對待 因此 這個 新文化運動的時候 常說 為了賽先跟德先 是陳獨秀的名言 一定要反對所有的傳統 傳統是反啦 結果 賽先跟德先 也沒有因此 就能夠建立 也就是說 包括 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 租金這些人 其實 真要講科學民主的數量 也不是太好 之後 中國經代 也沒有真正能夠 因為打倒了 舊的 就能夠 順利的建立新文 這是看錯了 唐子軍的關係 這個 差的這一拙 事實上影響非常的巨大 非常影響的巨大 當然也不是說 他講的全無道理 因為 中國一個 這個社會來講 一個儒教的社會 如果不會有相當的破壞 確實也不容易在立 因為 這個破壞在於 就是說 他已經幾千年的時候 有很多江戶的東西 但沒有相當的破壞 也不容易在立 可是並不是連根都去掉 這是後來 這個 新文化移動中心 乃至於後來 共產黨所犯的 根本性的錯誤 從這個 新文化移動到 文化大革命 整個都隔得差不多 然後呢 現代化還很差 現代化沒搞好 傳統是東美的 這是可悲的 我是主張兩地 我既贊成 跟主委講過 自由民主科學 對於法治 我覺得應當極力的引進 另外一方面 我也覺得 傳總要 尤其是它的核心的 它最根本的 這些道理 和極力的發展 這樣子 它的融合 才會是一個 更好的未來 這個歸出前代 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 這個 漢人的文化 從漢末之後 就已經摔了 這個看 漢人在這個 魏晉 南朝的表現 就可以知道 其實不太好 反而 是這一個 這個北朝的表現 是相當好的 就是 北朝 這個 從 武服 這時代 就已經知道 有一些漢化的重要 到了 魏之後 北魏之後 更是如此 這個 從太魯帝 以降 威肖文帝 甚至於 東魏西魏 到北西北洲 一路的發展 其實 是可能夠融合 這個 新興民族的 這個 勇武有力 加上 漢衛的 這個 制度 這才有 隨唐盛實 那 佛教祖中國 對於 宗族文化 其實也大有幫助 因為 中國文化其實 從 先秦之後 儒家 就 多多少少才有些編織 因為儒家的源頭 是中介社會 秦漢一統之後 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 都按照谷底來做 漢教人就已經如此了 所以 他會有一些其他中介性的需求 這就造成了 其實佛教 甚至於 道教的興起 跟那個東西的關係 然後造成了 這個 底下文化的發展 所以 簡單講 外來文化 對於 對於 本來的文化 不見得這麼好 這種融合反而是 可能是更好的 聽到意思吧 因此 簡單講 我這裡要講 是說 本文明的一些核心的 根本的道理 而同時 也很鼓勵 將來大家 盡量的吸收 各種西方的 來自於其他文明的一些 良好的事物 作為更好的融合 才能開創底下 跟參觀的未來 這一點上 我覺得 近百年的中國 路子沒有走對 去懂的意思嗎 像 新文化移動一將 路子沒有走對 搞成我們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怎麼說呢 既失調的傳統 那現在 又不太行的 中文明 既不傳統 不知不知道什麼 好像是個三流的文明師 蠻可憐的 這是悲哀的事情 相較起來 日本 傳統的延續也比我們好 現在話也比我們好 顯然是個比較好的話 結果我們是能破而不能立 這是悲哀的事情 走出了路子 這是一個文化發展的種子 一個路子 那我希望大家在這裡讀書 首先是能夠讓自己 安生立命啊 這個很重要 先修身 然後 其自己的家 讓自己的親人 家人 能夠因自己所學 能夠得一些好 能夠得一些益處 然後 進一步的 大家有志 可以把這個所學 用於國家 社會 對於 這個 國家社會 甚至於 天下人都有好處 甚至於天下人都有好處 那 現代文明其實有很多的毛貝 像 如學所講的道理 其實 對於現代文明 其實 正是對正之要 對正之要 現在文明最根本的問題 恰恰是一種 物化跟異化的問題 什麼叫物化呢 就是一切的事情 好像都是以 它的這種 都變成一種意識的對象 像物體一樣 物 它變成把人當作物來用 把一切的事情 把一切的價值 都當作只是一個物 而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真正的 真正的 一個天地自然中間 一個寶貴的 一個對象 來對待 無論是對人 或對事 就如此 這個事情 尤其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關係 每一個東西 不但成為物化 而且都成為消費化 都有一個價錢 都可以用市場 來幫你去世功 去世息 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另外一個根本的問題 是異化 異化 就是人跟人之間 日益的梳理 這跟物化 也是有密切的關係 都把別人當物了 當然也只有異化了 甚至於男女的關係 家庭的關係 就會有這個 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現代文明的根本的問題 那現代文明還有很多的麻煩 包括一個價值虛無 對於存在的公安 這些事情 同學其實蠻有些動作 而且它最大的特色 是本於人性 人情 並不一定要 一定要假於某一種性感 也不排斥你的性感 所以它看起來 溫和 沒有特殊的力量 但其實 這一種 中正和平之道 可能最傳奇久遠 所以對於現在文明 對於天下人有它的幫助 好 我就先 簡單的講解一下 今天是因為最後一講 所以我就現在 作為一個文字 讓大家知道 這個學問的 道理 غ人無規模 就是有這個學起來 我們來講 箱膝堂天 大家有什麼問題來起 箱膏堂天 第一章 孔子與鄉大 徐行如夜 師父能言者 其在中廟朝提 偏偏言 爲儴�而 鄉黨 父兄宗族所在 公子子居如子弟 溫公信實 溫良公見讓 溫徐徐如也 溫公信實地 實實在在地 溫和的也公敬的 事不能言者 好像 不能說話 父兄宗族 主要是 情感 情感交流 你不需要講話 話多 反而 不利益性感交流 大家 好好地在一起 簡單地 談談一起做一些事情 像 古人的家族聚會 宗族聚會 甚至鄉里聚會 有很多場合 絕對不是說 在那裡逃逃不絕 重點是 宗族聚會 其在宗廟朝景 偏偏也為今晚 宗廟朝景 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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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偏 中廟朝廷是大理大政所在,有所言,故名而變,唯當謹晉 我們做人做事最怕的一點,就是對於作為環境沒感覺,到哪,都那樣,很多人這個樣子,或是感覺遲鈍 這個事情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你底下看,鄉黨邊就寄孔子的各種原性基礎 孔子是一個對作為環境極有感覺的人,極有反應的人,這個很難 我們現代人一般都蠻弱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很不足,還不行的 我們看政府的人也常常這樣 像我們看政府官員出來,我常常覺得也是對於周圍的事情,反應極遲鈍極差 所以這對於周圍要很有感覺,很有反應的,不同的場合 你態度自然有所不同的,不是因為要討好誰,而是因為,你對於人家的事實在 對於你心中有其他的人,人不同,你的反應當然不同 才是對的,不是?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碰到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而自然有不同的應對 那麼底下講,說曹與夏大夫言,坦慨如也 因為與夏大夫交談的時候,談感是和樂 因為與夏比你職位低的人談的時候,他往往會比較怕 那你適應當如何呢? 那你適應當如何呢? 那個態度是和樂,和氣,又歡樂 那不像有的人說是與比你職位低的人呢 與上大夫言呢? 吟吟如也 吟吟,是中正有正貌 跟職位比你高的人 其實通常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去討好他 孔子沒有討好他的樣子 反而是中正,中正和平 甚至於有敬正的 與上大夫言,因應如也 在朝的時候 因為在朝的時候 本來就是講國家的重要事實 所以要忠正 而且要堅持原則 君在 處即如也 處即 也是恭敬的意思 與語如也 與語是徐徐 未以中事之貌 單言 處即 若有不寧 單言 與語 是盡於慢 故何而言之 即 恭敬 又未以中事 處即 帶有一種很近近 其實不光是恭敬 是近近 與語 與語 是徐徐 威夷中事的樣子 是徐徐蘭 也不緊張 但是也不實際 與語 是徐徐 威夷中事的樣子 是一種修養 這個不容易 我們 往往是 這我看太多了 我真的是看太多了 就在學校裡 奉到職位低的 有的人就 姿態大起來了 奉到上面的 這個 譬如系主委院院長 就直接姿態有什麼 低下的人 講話就看顏色了 看轉 看對方 然後 奉到君在 奉到那個真正的 重要的首長出來的時候 都不對了 這個不容易 這個內心 要有修養 這只講 童子 這個 有之中 行以外 這個德性 那麼 下一章 君招使命 色魔如也 是 國有賓客 國有賓客 國有賓客是一件大事 國家的賓客 當然不是 都會是重要的 這一個 除了知道 古代 乃至於近代 其實外交往往是比內政還更重要 因為 內政 不然是會影響到國家的 這個 盛衰 外交往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危 不是開玩笑的 就在台灣也是一樣啊 台灣到底是跟誰近跟誰遠 這會影響到台灣的安危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 君招使病 色魔如也 君招公子做病相 是國有賓客 是孔子 明知 主 絕如也 絕如 是盤僻 臨聲 呂唯 舉足 戒句 必摺地 使下 不如 再平地 殘過 極所與立 左右手 依前後 殘如也 殘 是指的 嚴枕 液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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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究極 próximo 液枕 敬 思願 天 寸 濱 天 氳 蛇 Isn't 兵退,命負命,曰兵不負贏,兵不再回頭 兵退,並回復所命,曰兵不再回頭 曰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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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兵 曰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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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賈夫卿 能夠恰當 另外 當他處理國之大事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鎮定 那麼 適當的把各種關係處理好 無論就內政 外交而言 理都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現在這麼亂 譬如說吧 立法院裡頭也是無理之急 像這個 行政跟立法單位之間 也沒有實到沒關係 真是不恰當 當然 我們今天 我還是跟周圍講說 《禮》從古到經 有所變化 不是一定要使手 可是要取得他的這個意思 那麼以前的這個 是代夫 沒有念錯 代夫 有時候念大夫 我們今天有點糊塗 大家如果不確定可以去查一下 我還是照我印象面 這個 全一陣看了不同的念法 一下子沒有去查 有點糊塗 那麼 這一個 古人的這個是代夫 必然要重視 這一個禮 恰恰 恰恰 是在於說 當適當的禮 其實是規範彼此之間適當的關係 這個關係很重要 無論就內政外交 類人之間 見不此 好 那我們看第四章 入宮門 鞠風如也 如不容 立不中門 行不履玉 過位 色不如也 竹 覺如也 其言 似不竹者 色之身堂 知是指 殤下之興 board 之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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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擦蚊 的是 之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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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蚊 之鮊 甚長 於 之蚊 之 知雖通常是一年之少 攝知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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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將一等 逞顏色 逞顏色 放鬆 疑疑如也 疑疑 疑合躍 末皆 驅靜 易如也 傅其謂 觸疑如也 公文行而高大 可是如不容 延其謹 謹靜自戀 立不中文 不從中文而立 也不從中文而入 實謂行不中文 廟裡 或者宮殿裡 中文 絕對不是給一般人走的 其實中外監燈 中外監燈 范蒂岡那個中文 燈燈也不打開 行不履欲 不禁其門線 過衛 過衛 郁正當入內朝 會過 君平常所作之衛 過衛 並敬 表示 對於君主之敬 足 絕如也 其言 事不足 與同朝者過語 與不得不應 達爾不響 如不足 季國衛 漸進軍 過衛 如有君在 射之身堂 越近來越近近 鞠躬如也 鞠躬 是彎屈 功是指的身體 鞠躬 彬其事不息 好像 彬其事不息 彬的氣象不不息一樣 他一步一步地 越來越近近 出將彬的 慢慢地放鬆 放鬆 見君盡 下堂堂之一 계속 然後乘陽射 末兼續盡 月出來的時候 就更放鬆 復其位,出入勢所,過君之位。 過君之位,一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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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儀 到漢卉制度,到隋唐,到宋元明清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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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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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歷代講究 後代有所謂的分封的諸王 唯亂 或者說在外的凡政、極度使唯亂 全城漢價唯亂 在古人來講 他整個體制必須靠這個維繫 所以像《鄉黨》這一篇 我們現在讀得莫比奇妙 現在不知道怎麼 但你要知道這些事情 對於傳統的 這個 儒教化的文明的維繫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裡頭當然也有的有失 我也不是說他一切都好 因為這種方式維繫的文明呢 他用這個禮儀 來維繫的這個文明 他平常就這麼講究這些事情 那麼 這會 正面來講 是維繫的 他的 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關係 就負面上來講 當然這個 規矩限制就比較多 甚至於會有威權化的 這個 泛濫的情況 就是過度的情況 也不是沒有毛病的 但是整體而言 就是說 中華文明到底還是靠的這一套 他能夠維繫幾千年 所以 周圍的這一些 遺敵們 沒有這個東西呢 比加上沒有 也有他的長處短處 長處當然是比較活潑 短處呢往往政權短處 他如果不習這個 宗夏之禮儀的話 是他很難維繫 甚至於像我前面講的 北魏 他明明是先非族出身 他也明白他不學這個不行 學了之後 他也確實維繫得比較久 這個 這個是 我 跟周圍講這個禮儀 那麼 底下我們就不一一講 這個 這個確實是跟現代人 比較稍微遠一點 包括他還有服裝 第六章 這個服裝 君子 不以干周事 蒙子不以為謝府 當屬 整吃細 整吃細 必表而出之 滋衣高求 素衣泥求 黃衣胡求 謝求長短幼內 必有寢衣 長一身有伴 一身幼伴 胡 何之後已居 去善無配 非 追上必曬之 高求玄冠不以調 極悅 必以朝府而朝 這個 這個 裡頭有關於很多服飾的規定 你必然要配服飾 前面這個態度 大家容易知道 怎麼配服飾 大家比較 不見得知道 那麼 這裡面就是 不同的場合 要穿不同的衣服 那 周至 周上文 其實規定得很詳盡的 那麼 這一個 這一個 甚至於 夜睡必有寢衣 其長過身一半 那麼 基本上 平常 都要配的 玉器 除了在 商服的時候 那麼 這些服飾 要怎麼樣子的 剪裁 這在古代來講 它都有象徵的意涵 這個 我們不能已經詳細講 應該說 通常都有象徵的意涵 這些意涵呢 規範了它整個的意義跟價值的系統 那 重點 是說 不能夠穿不恰當的這個衣服 可能平常在家居的時候 其實 穿得 還是 舒服的 但是 各式各樣 正式的場合 該穿什麼 就是穿衣服 這個事情 其實也不光 中國如此 大概所有古代的 李嘉世 戴一些貴族社會的樣子 皆如此 穿衣服各樣場合 有很多的講究 那 當時我們今天比較可憐 是我們帶有自己的衣服 這當時比較可憐 難道你 這個 現代的這些衣服 其實 不是按照我們的身材設計的 譬如西裝 一般大部分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華人穿西裝 都不太好看 身材不對 這個 女生也 同樣也類似的問題 其實很多女生 穿這個 這個 不要說武裝 就是說 比較傳統的衣服 會比較好看 男生女生肌膽 因為身材不對 其實很差很多 那 以前這個有很多的講究 這個 歷代的服裝 有很多的講究 那麼這裡其實 也是儒學的一部分 主要知道 第七章 齋必有明依 不 這個 這個齋界的時候 一定有特別的寓依 這是用不為之的 齋必辨識 居必牽作 改變平常的使命 改變日常的基礎 這也蠻重要 這也蠻重要 哎呀 我們現代人其實 人生是 比較單調的 而且也沒什麼太多 這個講究或規矩的 年頭到年尾差不多 以前人不同的長得 不同的狀況 吃的 穿的 用的 不一樣 那 這個事情 有它的 一方便它的意義 另一方便它的趣味 另一方便它的趣味 這個人生 因此而 會增加很多的意義跟趣味 這個是 所以我們現在的 第三條 意義說實在 比較 比較 單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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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前年尾上的年尾花樣多美 各種的節慶 各種的 這個 這個 不同的場合 婚紗 喜慶 各種的變化 很多的 那麼 當然 平民沒有辦法那麼講究 也多少會受的影響 那這個 這個 施大夫的這個 花樣多了 這個講究很多 那這就講的是 災界 災界的時候 有特別的意義 用不為之 這樣講究 特別的乾淨 那 卓之以待生造 那 這講 災界 有災界的一些講究 便不便是 居於千作 那 那 古人這個 祭祀前 畢竟也要祭 那 即使 孔子是不以萬一亂神 但 孔子其實很重視 祭祀 祭神 祭祭神 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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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讓 其實我們讀鄉兩邊 會知道很多古人的生活 也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 以前的生活 有這麼很多樣的面 這個可以去體會一下 不像我們現在人生 其實真的是 很棒 我 那我現在 相比一下我自己人 文明在幹嘛 以前事實上就是在 在 照顧七小父母 讀書 上課 家人出去 後來帶家人走走 幾乎就這樣 這跟差很多 很不一樣 這個孔子 過日子很不懂 我們這是一個 學院教書的 這跟古人這個不一樣 他是世代 這個生活 因為他生活要處理 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 禮樂、設議、書宿 不同的場合 在逃、在鄉黨、在家 面對 而且他的這個 家庭的外面的關係 其實也 你要說豐富也豐富 就複雜也複雜 對 所以這個人 要對很多事情 都有感覺 隨時變化 對不對 那 估計有很多的講究 其實我們現在生活 單保 而且 膚淺 現在很膚淺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外來的 外來的東西 又不太明白它的源頭 我們學的很多細化東西 學的很膚淺 傳統東西也沒了 所以這個人生 偏偏當大 聽到的意思 不太一樣 讀香港 非常進一步 體會說 他這個人生 這樣處處的講究 所以說 我看了都很累 唉 我們的人生其實是 不講究的同時 也就沒什麼意思 當然你不能過度講究 但是 我們一直把 不同的場合 來不同的講究 其實人生 還是要講究 但是 不要太複雜 孔子也說 以約施者寡依 血依 他也主張 張雨昕 一言零欺 對不對 他語底也不主張 繁瑣 可是該有的要有 我們現在是 很多該有的都沒有了 很多該有都沒有 但怎麼辦呢 一時不容易解決 這個事情 今天還談不上 當地以約呢 還更談不上 反而是 歐洲人比較的講究 諸位如果 跟歐洲人都接觸 就會知道 他們其實 這個 十一住行娛樂 無不講究 穿著飲食各方面 各種場合 不同的 這樣真的很 這樣就很 這是文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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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人 譬如說 這樣 這個 舉個例子吧 像 Cambridge 這種學生 他平常上課 可能是 這個 穿著的 很簡單 甚至於比 你們還隨便就有可能 而他們晚上會 經常的 會有一些 這個 餐具 這個餐具的時候 尤其 學習都好幾次 他們餐具的時候 男生都要穿 厭尾服的 女生呢 也是要穿 這個禮服的 然後 你會看到 白天在那裡 好像穿著很簡單 隨便 都傍晚一下 衝著都變成 這個 gentleman 跟lady 正正式式 橘子 談吐 都是這種 大家出身的樣子 然後在這個 Dining Hall 吃飯 他們的學院 叫college 歐洲是college 學院 每天晚上就吃飯 平常還簡單一點 每天有重要的場合 穿得非常地正式 這比美國還不同 美國早些還學一點 像 我是在業兒讀書 我看到他們的那個 Dining Hall 好漂亮 又有廣日之風 Dining Hall 真是漂亮 那種講究 我剛去 業兒讀書的時候 看他們那個教室 還有建築 那真的是 不敢擔心 一個大學 可以美麗到這個程度 這非常美麗 像中世紀的城堡 那裡面的那個 Dining Hall 就像貴族的餐廳 非常地將軍 正式用餐袋 來穿得非常地將軍 懂嗎 該穿成不能穿成 其實戒然 歐洲更多一次 很多不同的場合 聽懂的意思嗎 相打相打 現在子都沒有了 我說現在 我們現在在華人社會 這些都不懂 這個差得很遠 我以前其實想要 做一個事情 叫做市里居 本來想要以送給 宋代的這個世人 為忠心 把他們的 食衣住行 娛樂 這個應對進退 各方面的事情 把他做出來 做成那種 可以扳演的這樣子 但是 後來沒時間做這個事情 就是很有趣 因為古人的這個世 到底怎麼樣 讓我們生活 在家在朝 在各方面 各方面 也就是齊悠 中國講究 那宋朝廷我們進 資料豐富 就是可以做 沒有興趣的可以做 甚至可以跟 戲劇戲啊 中文戲啊 考古 不知道有 台灣的考古 沒有 大陸考古有 這個 合作 可以把這些做 很好玩 現在大家都不 了解 古人的這個理 還有很多的講座 食衣住行 一樓處的講座 所以 我們現在看這個 一般 我們現代華人看的都覺得說 好無聊 一般地零一講 香港人覺得最無聊 其實不然 然後我們 看到歐洲人那樣 覺得好羨慕 好廢復 自相貓 對 哇 覺得歐洲話好美 有這麼多的儀式啊 美啊 看古人覺得很無聊 所以說 當年的其他的非華夏族 看到 看到漢人這樣 看到華夏族這樣 哇 華夏的文明 佩服的不斷感 什麼意思吧 類似的意思 實不厭經 快不厭細 賜意而愛 與哪而肉敗不實 實不厭經 快不厭細 牛羊魚肉 細切愈快 不厭經細 為經細為善 不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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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身體也不太好 快不講究 料理不講究 其實對身體也不太好 而且 其實生活的品質 也有問題 甚至於 往往會吃太多 我們譬如說 以台灣文藝 我們現在的問題 相反 就是因為 怎麼說呢 食物大碗 吃太多 吃太多吃的腸胃不好 其實如果你精細一點 比較容易飽 我不知道哪有經驗 這個東西好好料理 又新鮮又營養 吃少一點就能飽 如果這個東西質地不好 再吃很多 我跟各位 食不願金快不願金有良解 前先生的意思是說 好像他 這個不太講究 不過 這個底下全部都是講究的吧 底下全部是講究 四義而愛 與哪兒肉敗不實 所以第二解 應該說 兩解都能通吧 兩解都能夠通 不過 可能 結果是講究的 這個事情我不太敢說 是不願金快不願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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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調 身熟之節 不對也不吃 時間不對也不吃 嗯 這個 這個 歸不正不實,不得其將不實 割肉載與煮,時時之切之西餐法 插子在外,刀在內 刀在內,插子在外 刀子在外,不理望 不必然有個理望,不理望 但絕對不是切了很多塊 一般西餐 古人是怎麼樣? 歌節皆有一定可知的,歌不正 中西階段 不得其將,也略如西餐的方法 它是沾醬的 這個肉煮的都是比較簡單 沾這個醬 不使生四氣 這個四 不止了飯 肉不能吃得燒過這個飯 唯酒不量 不急亂 那古人的酒 都是薄酒、淡酒 或是我們後來的真六酒 所以可以喝不少的 你不醉亂為度 真六酒 大底上其實是要到了元朝之後才比較流行 宋代就開始有了 這個元朝之後才比較流行 宋代就開始有了 那 孤酒 事補不食 怕這個來源不好 不測薑食 吃完了留點薑 吃完飯 什麼東西都沒有 嘴巴覺得怪怪的 不多食 但也不多吃 季工不肅肉 季仁不出山 都講得不能放太久 食不魚請不言 以前人很講究這個事情 食不魚請不言 因為這樣是說 這個 容易吃是不好 吃不用 這個確實有此 很多老一本來要講究 現在是不一定要這麼講究 我是覺得請最好不要言 之前講過去食不能吃 食不魚更長得 有些長得 因為現在吃法常常交集 他們不講話你們那要幹嘛 是吧 看著 一般家人倒是 看情況吧 我個人是 這倒不必 那古人的這個 為什麼一定講究這個食不魚的 這個事情可以研究 那個講究一直到很晚 一直到民國時期還有很多人家庭這麼講究 專心吃飯 是啊 專心吃飯 可是 既然專心吃飯 吃飯也是家人情感交流很重要的場合 是不是 所以可見 古人的情感交流 大家也不那麼重視言語 我們聽的都是靠假話 可能不太始終言語 應該都是不太重言語 這個事情在想 我也不太敢說 何以食不魚這段可以研究一下 這到底其實是有關係 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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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民國很多老一輩都主張食不魚 然後說有很多好處 對消化比較好 好像去組織 家裡還有食不魚的劇場 有沒有 我老一輩 我還夢過這樣的人 食不魚 一家人只能夠講話 也好 他說很好 他說非常好 我一沒經驗 我們從來講話 那這一章 我覺得總共來 這章很有意思 教人怎麼吃飯 吃飯 人生大食 一定要吃個兩三次 正式的也兩次 往往吃個三次 這個是情人的 其實我很欣賞公子這個食飯的態度 我覺得基本上是很講究 所以食不厭精快不厭細 前先是拼你平民出身 可能定的有關係 前先是很勤俭的 很獨屬 他可能是這樣 不是整個是講究的 我覺得吃飯應該講究 我覺得吃飯應該講究 文明的國家當然吃飯不講究 不要浪費的應該講究 吃飯吃得好 就是人生的 嗯 不僅是一大 一大 一大 愉快 一大愉悅的事情 而且是 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 對於這個 以前人必須的影子 必記的 對於生命的一種尊重 要怎麼講 不是生命 要講 對於生活的一種尊重 那 也就是說 看孔子這麼看重 這個吃飯的這些種種 可見他於其實食一柱形 各方面 都其實是 我們一方面是鄭重僵世 另一方面來講 其實 也是 很能夠欣賞享受的 人生的這些種種 那人生的真正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呢 不是在那裡 說是一些外在的成就 就是食一柱形的點點滴滴 其實我們 不用講那麼圖擋 我們今天大家其實 啊 我們說很多人羨慕日本 羨慕宏美 羨慕什麼呢 還不覺得他們食一柱形 很講究很美 很有味道嗎 到法國去 就想要坐在外面去 跟大家 平常是坐在路旁邊 喝奶杯酒啊 吃點小東西啦 晚上鋪上桌巾 點個蠟燭 吃個飯 啊 我到英國去 這個 他們那邊的教授 請我到家裡吃飯 他平常忙得要死 他就把文件來 他就 東鋪了一個桌布 點個蠟燭 自己做了一個 做了點菜 感覺就很好啊 有意思吧 這個 那講究 講究但是不要浪費 也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但是基本上應該是 看中啊 看中這些十一柱形 或者很看中十一柱形 這個就是人生的真滋味 這樣來說 人生的真滋味 這個 習不正不做 接著前頭 所以 其實是十一柱形 都很注意的 第十一章 很有意思 這個 問人於他方 再拜而送之 這個 使者 像他方有人問好 以再拜而送之 這是鄭重其事 所以其實好好體會一下 這古人這個理 其實很有意思 這個 人生各方面 都是注重 都講究這個人生 才有比較深長的滋味 我們現在隨隨便便 亂七八糟 自己也覺得無聊 自己也覺得沒有意思 他 始人 始於大亡 這是重要的事情 以再拜而送之 大家都很看重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 結果 現在 今天講的道理 就是說 你看日本人 日本人東東有禮 很多事情 很多古禮 結果是日本人流全 當然很多是唐朝的禮 那就是古禮 日本人流全 他這種鄭重僵屍 就是把每一樣事情 做得好好的 必須要靜 才行 康子窺要敗而受之 曰 邱衛達不敢嘗 這句話 更有意思 這個季康子 所以我親 宋孔子要 孔子敗而受之 說 邱衛達不敢嘗 說 我啊 這個衛達要性 顧不嘗 暫時不嘗 我們有些男人 絕對不會這麼講 對不對 有些男人 的生活要說 啊 謝謝 好 好 可見 古人 比我們要 怎麼說 老實巴基 你知道吧 真是很實在 我這個能吃 是一種說法 我還不太敢吃 我就做不成 真是老老實實跟這方講 這個 剛剛這一條 我特別覺得不敢思議 懂得是吧 所以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都在維持一個面子 他本而是很實在的 理 這個理很實在 我們想當理啊 好虛偽 送我個東西 我明明不想吃 說好好好 謝謝謝謝 而且顯然這個事情 在當時也並不失禮 所以才會記下人 懂得是吧 也不以以為失禮 這個事情 值得我們仔細去萬惟一下 如果以這個精神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是比較坦白的 這種理是一種比較坦白的 不是像後來有很多的問世 懂得是嗎 我比較喜歡這種坦白的種 人生貴坦白 那我謝謝你啊 可是這個 這個藥性 我還不知道 我能不能吃 我就 不敢 查 那季康子顯然也不以為我 懂嗎 死獎 死獎 活獎 一定要我們買個一罐 到處實在沒有辦法 只好買個一罐 我想大家都很多 心裡朋友 都一定有類似一堆子 笑著 沒辦法 只好吃啊 明明是一罐 那個說是 維他命啊 什麼的 抗生素啊 這些種類 我看著 一想到 送藥給別人啊 賣藥給別人 不能叫人家一定要吃啊 這個沒有 這是藥 我覺得坦白一點好 坦白一點好 那我那個情況 後來不買 有另外一個原因 後來是因為 唉 跟我太太是老朋友 如果不買 傷感情 算算 花那個錢 那在 在孔子這個時候 寫藥病了 因為這個而認為是失禮 也不傷感情 這很好 那 舊墳 指退朝曰 商人乎 不問馬 這個故事 很難得知道 人的兒子比較重要 那 底下講 是軍事實 所以該都會處理 基本上 或軍 他生命 來世一道女後 基本上都是對於 國軍的 一種尊敬 下一章 一章 一章 雄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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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特別記在這個地方 可能 前天的意思是說 呃 《遺若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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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的重要性和嚴正性 方有死無所歸,曰與我病,方有之愧,雖居滿,非忌肉不敗。 無親所可歸,乃居無處可居,身與我無管,死與我無病,方有之愧,雖居滿,非忌肉不敗。 除非是忌肉,活著不敗,再貴重的禮物也不敗。 請不施,居不容,見滋摔者,雖霞必辨。 請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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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不容 居家的時候呢,不為宜容,身身夭夭 請不施 請不施 居不容 居家的時候呢,不為宜容,身身夭夭 遺容要梳妝 這些種種 以自然為主 見滋摔者,雖霞必辨 雖然是平術輕易的人 他這個 是 滋摔也算是重上 所以 一年或是一年以上 也算是重上 所以 如果 我沒有記錯 我應該也有 滋摔三年 有斬摔三年是最重的 其次是滋摔三年 然後到滋摔也到一年 如果我們有記錯 好像還有一年五個月 有好幾等 有很多種的輕等 所以滋摔以上都算重上 雖霞必辨 平術輕的必辨 便色 便容 免者 雖謝 必以貌 代免 恩 骨 者 也是指 喪 夫 雖謝 必以貌 卑謝者 可欽 故曰以貌 今從後說 也必然 容貌上 有所不安 兇夫者是之 喪者之福 這人 必然 是 是 副版者 副版 也有不同的解釋 前先生取的是 負貌 負販之賤 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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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有聖傳,必變色而作。宴會有聖傳,起身以敬主人。 迅雷風烈,必煉,必兩色兩萬。 有些很恰當的反應,為後人所記下來,作為大家的典範。 尤其中國古代,從周公自理作業以降,無論是內政外交,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理得非常重要。 雖相檔篇,驚人不太懂得。 色氏舉意,祥而後幾月,三兩辭志,實在實在,子鹿孔子,三秀而作。 《千古廟門》,仍以變得至此相檔篇末,更見深意。 孔子一生,車車馬跡,還於中國,行子九處,無不得不時衷。 而衷勞死於缺裏,其屬相檔,嚴行握其。 飲食一著一切衣以致手,可謂謹慎之志,不苟且不柔如莽之志。 學者試取莊子,笑藥游,人間時以此對讀。 可見聖人之血癢益盡,至平時之生性。 腳之莊生想像,屁乎我遠依然。 。 那麼… 誒,這一字真是演喬了。 T,我沒有唸錯。 是的,好像在演T,不可惶, 懺瀀,沒辦法,每一字都記得,看著清楚了。 應該是念T,T… T,好像也沒有唸T ,T不也。 好,那麼, 然猶疑若所洩而拘泥,等此一章,抱擁點睛,靜體靈魂,真可謂神而化之也。 攝氏舉一,講鳥見人,顏色不善,舉身飛走,翔後舉,飛了幾圈,才重新集於牧上。 也三兩持志,實哉實哉,說連這個鳥都知道,要見矢而作,指路拱之。 指路前一進,實做敬意,山繡而作。 他好像被植物嚇到了,拿人飛出去,繡,本作繡,回頭看了三次。 鳥經是不必人回頭了,因他躲來回頭了,看得很像。 孔子 一生以禮致守,謹慎之志 苗 一生以禮致 所以這一篇,作為《鄉黨篇》的最後一篇 這個實在是 編者的高明 前面講的好像都是拘謹之志 到了這個地方,你看那個鳥,它多靈活啊 靈活,而且自然有所反應 所以我在這裡講《鄉黨》 一方面提醒大家說 這個對於了解古理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古理對於古人是極為重要的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這個背後有一種 孔子其實對什麼事情啊 他是那樣子的 有感覺,靈敏的 有反應 這個反應,而且是實在實在 不同場合,不同地方 他都有該有的這個反應 那 孔子是 看到一隻鳥 就說 善良此志,實在實在 所以 他該怎麼做,該怎麼做 所以 不光是一個表面的禮儀 這是對於整個環境的一個敏銳的感覺 簡單講 這個意思 好不好 對於整個環境的一個感覺 好了 我們這下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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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不錯 你 快 подготов了 雖然 進去 整個人 有 沒有